哈喽大家好 还记不记得之前有一期我们切了一块粉饰团拼的天空蓝 今天我们就把天空蓝把它片了出来了 然后我们把它做成具体的东西 之前想的本来是这一块要不要给它做成一个牌子 想着做牌子又太大了 然后今天的话我们就把这一份料去搞一下柱子试一下 我之前也没有做柱子经验 然后正好也带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做柱子到底是什么感觉 今天有点不一样 哈喽大家好 动哥回来了 动哥是之前他帮我去云南那边去拿一手料子 结果那边发生了疫情他就被封在那边了 然后最近云南解封了 对终于解放了 动哥归尾以后就不再是我一个人雕刻了 你之前有没有押过柱子的经验 嗯还有真没有 真没有啊 那我们今天也去玩一下好不好 可以啊 走走走 别人助加工 套出来然后帮我 整圆 整圆 对 有面没关系 跟效果可以啊 有面没关系 色不要跑就行了 还好哈没有跑哈 没有 色没有跑 这个它里面还是有棉啊 因为这个材料它本身它那个棉就比较多 我们要尝试不同的做法 可以压平安口 可以压珠子 可以压桶珠 可以做挂件 就反正每一个类目我们都去尝试一下 究竟这种材料它做什么东西才是最美的 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体验的过程 感觉还蛮好玩的 你可以帮我把全部都压成圆的让我看一下效果吗 可以啊 那两个 就一两个 一九十十十一十二十三 总共十三颗 好吧你今天可以帮我全部抹圆吗 抹圆的 十块一个 那如果明天来拿呢 明天拿就不太了 加几 加几 加 加 一百三十块钱 一百三十块钱做一个猪串 好吧 四会齐文 这也不错 解锁天空栏手串 我们回去看一下效果 回去刷点油看一下效果好吧 好柱子已经泡完光了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一个它的一个感觉 起货效果很一般 首先我们可以不用关注这个棉啊 因为它这个柱子我们是知道它有棉才去压的 我们只要管它这个东西蓝不蓝 起不起货 但其实它是不起货的 它甚至它泡完光的感觉 还没有没泡光的感觉来得好 这个材料我们可以看还有好多 这么多 然后有了那个压珠子的经验以后 那下面的做东西 我就有经验去知道怎么保它的色的同时来提升它的肿水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是经验 东哥 嗯 是不是 最近一个月我们就打算把这个料子全部给粉丝们全部处理出来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压珠子之旅就到这里结束了 拜拜